堅持 挖強 他爸爸其實很高雅 但是他在這裏 繞一圈他就管 接著就說我都要去 當然有些不適就是 我給你怎麼去 但你看到很多時候 在那個環境最大 尤其是那個年代的人 爸爸說什麼了什麼 如果聽他爸爸說 山中國不是這樣 沒有了胡澤東 現在都不知道怎樣 中國的方向完全不同 第二就是他抹口 嘩 我不懂的 被人急了 什麼事 嘩 這件事 很難的 跟兒子認錯 如果真的自己錯 喂 兒子 我錯了 你對 很難的 真的 我當時在幾十步的時候 做大 有時候那些事情 真的錯了 我都要靠一晚 那時候就說 可以 你欺騙 你欺騙 當場我還是 心理在這裏 但這就是最大的波鬼 你一日不認錯 認自己錯的話 不覺得自己錯的話 你就越踩越大鑊 那些錯 我告訴大家 我很怕死 因為越來越錯 就好像正如華 不認錯 越來越錯 就很大鑊 縱時還死 我怕死 所以說 行 這個真的不行 我說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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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時候 那時候 記得嗎 我好像說過一次沒一次 那時候 我去管會的時候 DLC 警官會所 那個經理 叫 McRobbie 那個鬼仔 McRobbie Robbie 是小男子 他在Pet Hill 我是警司的時候 他是幫爸爸 跟著我 跟著我 後來 我就是警司 他仍是幫爸爸 跟著就在做副經理 有時不知道是甚麼 在那裏 那些事情不做不好 我要這樣做 跟著 跟著 那個經理是中國人 不敢出聲 跟著他追出來 就跟我據理爭 我以為是這樣 不是 跟著我記了個細節 很多時候 他就 我問他的問題 confirm他 突然間 有些道理 好 我給你一個禮拜時間 用你的方塊做 如果不是 搞不定 我們一定會跟著我 結果他幾天都搞不完 做得很好 這就是 如果我可以隨時 他欠很多級的動作 是嗎 我是他老闆 叫老闆叫老闆 但是 這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要不可以 有錯就認 看你的方法 認了之後就改 你認了之後才改 這是很重要的成果 不行